可以啊可以可以接受 可以的可以接受 我是可以接受 不用 哦好可以 应该没有办法 不行 我也不行 不行 可以 你有办法接受男生喜欢男生吗 没办法 同意 没问题 我是小马 目前就读于台大管理学院会计系 毕业于成功高中 我跟一般人不太一样 我是一个同性恋者 这并不是我选择的结果 而是从我出生以来一直存在的想法 其实我们像一般人一样 也可以很自在的跟一般人相处 无论是不是同志 只要心灵契合 都可以当很好的朋友 我平常喜欢听音乐 我平常喜欢听西洋音乐 然后呢 可是呢就是 如果就华人歌手来说 男歌手还好 可是我非常喜欢张惠美 虽然他已经出到非常多年 可是我一直觉得他有新的东西跑出来 像是 然后呢他最近又有 用阿米特的身份 阿米特二耶 他用这张 已经能入围的金曲奖 希望他可以得奖 虽然他居然得过了 然后所以就是 他有一首彩虹是我非常喜欢的 因为彩虹毕竟就是冲珠的象征 然后 他会在各国用彩虹系 去同志 所以这也是我很喜欢他的意思 因为英语所以我会喜欢跳舞 然后呢 跳舞呢就是 就是没有意义的乱跳一些 可是反正就是自己开心而已 然后呢 也是因为这样啦 所以我参与系上很多女舞的 有不管有跳有编都有 就是你不用再特别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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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 对不起要说缓了 4 2 3 4 5 6 7 8 5 6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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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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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9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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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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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9 10 9 10 9 9 10 9 10 9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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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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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10 11 11 他們可以講到有關同志的事情就開始 自製點點 就是對 然後無法接受艱辛 因為他們就是很 就發出很大的影效說 好噁心喔 因為我們班他們算是有一個群體吧 群體裡面當然就會傳 就是說 他是同志 你可能要小心他 不然你的身體可能會有一些 會有危險之類的 就是 因為他們覺得同志是一個很侵犯性 跟很 很有攻擊性的個體 我覺得 應該也不能說他們就是惡意 他們好像就是不了解 就是我可能跟你在一起 不 在一起 就是跟你當朋友 或是被你認識 你可能隨時都會對我發動攻勢 就是我可能明天 根本就不保了這樣子 男生其實是會 可是女生比較沒有 我覺得是因為 社會就是 他們就是男生啦 男生被男同志的話 就是他們對同志的來源 就是接受的知識就是 就是他們想像中的可能就是 娘娘想那種很誇張 或是很愛表現自己的男同志 可是有些男同志就是 就是這樣 就是他們 想像中的可能就是 他們不喜歡人的樣子 然後就藉此來標籤所有的 男同志 其實我 我遇過很多男同志 我也是看很久 我才發現他是男同志 就是 其實男同志在生活中 真的很難被認出來 我們會有所謂的雷達這個東西 就是 除非你雷達很強 不然其實很多 很多同志是看不出來 所以其實同志基本上 就是埋在我的生活中 所以 然後你也不 你在不認知他 是同志的情況下 你不會覺得他很奇怪 這樣子 然後 好險是大學都 大家都對我還算友善 可是目前為止 就是我像我對家裡 或是對一些其他環境 我不會 表現我的心想說 那個環境是不友善的 以我的家庭為例 我身在一個極為保守的單親家庭 在家庭裡是獨子 爸爸是一個很保守的人 對他來說 同志就是反社會心理的代表 這樣的態度讓我極度不認同 但在自我追求 與為人子女的拉鋸下 我還是選擇與我的家人 保持良好的關係 我還是選擇與我的家人 保持良好的關係 所以我喜歡 你有辦法照顧你自己 當你的 當你的能力已經夠證明自己 不會 不會 因為你出櫃你就死掉的時候 你可能就 我可能才會跟他講 我常常在想 到底應該追求自我 還是臣服於大環境呢 到底這樣的身份 會不會被認同呢 這樣的不同 是好的嗎 我高中沒有 沒有要 其實沒有要出櫃的意思 就是 我高中只是 像是我當時跟我兒子同學很好 然後 在班上 我們沒有在 就是連 我們沒有在交往這件事情 都會 都已經引起很大的 回想 就是很大的反彈啦 然後 就是 更 更何況就是 如果你真的有一個 伴侶的話 其實是 更嚴重的事情 我在那個班上 後來找到定位 應該是說 就是 你有一點點的表現 可以蓋過你同志的 特質的話 那你才會被 比較釋懷的對待 不然 其實 可能你靠成績 靠一些 你比較 有領導能力 比較有同仇能力 你才會 蓋過一些 你的同志特質 不然其實 他們就是 保持定位的態度 私底下 就是我 另外其他班同學 可能跟他不認識 或跟他不熟 就是會 跟我講一些說 欸你是馬俊爾的朋友 他 很奇怪 他不是 然後就是 會講一些 閒話 可是我覺得 我不會因為 一個人的 一個人是怎麼樣的 一個身份 或特質 然後就去 評論 就是這個人 然後會決定 要不要跟他當朋友 我會跟一個人當朋友 是因為 就是我跟他聊得來 就是這麼簡單的 所以 現在要不要永放 自從台灣在民國76年解嚴後 台灣的社會運動 意義彭波 台灣的社會運動 規定民主 而在統治權益方面 也越來越多個人 團體 投身於社會運動之中 例如 統治諮詢熱線 台灣同光 長老教會等 而統治的議題 也從原本 人人唯恐必知的禁忌話題 電影喜宴這段 同治之愛 在80年代 可是禁忌的話題 變成今日大多數的人 可以接納 或是更為女性 討厭的議題 而除了台灣本地的人士之外 也有越來越多的外籍人士 關注台灣的統治活動 並參與 然而 即便台灣社會 逐漸對統性戀族群 從獵巫式的憎恨 到逐漸的接受與認同 仍有一些立場較為保守的團體 如 互加盟 人會在每年的統治遊行中 與統治發生連心衝突 齊大哥 擋住了 整個都擋住了 好 你們說我們現在往後走就可以 是不是 往後走讓別人不進來 好啊 那我們就走 去喝個咖啡啊 你覺得怎麼樣 好好 我們去喝個咖啡 我們去台大醫院喝咖啡 各位同治我們去台大醫院喝咖啡 而且 一些與統治議題相關的法案 例如 婚姻評選 多元成家 至今 仍躺在立法院裡 無法通過 我覺得現在 同治運動可能有些的想法是過分偏激的 像是他們對 局勤解放的觀念 跟他們 強調 強調的部分內容我不太認同 當然他們的表達方式 包括他們穿 穿衣服 或是什麼 可能會讓人家 對部分同志族群 然後以偏概全 所以導致會有一些人 對同志的反彈聲音可能會更大 我覺得這是他們可能 需要改善 大家也可以穿白T 然後拿彩虹池這樣也OK啊 就是他只是一個 表達自己立場的方法而已 所以我覺得沒有必要 當然他們 可能跟他們的訴求有點關係 可是我覺得這樣可能會造成同志 更多的反感 然後 其實我覺得這個 如果要推的話 我覺得是 應該是要讓大家想法再開明一點 就是可能 可能從教育 教育可能會比較好 可是 還是會有一定的限制性 所以我覺得家庭教育反而比較重要 如果一個小孩從小就被灌輸 同志是 偏門的妖怪這樣子 那可能就 他長大就算再受到更多的教育 他也不會被 他也不會接納這件事情 所以 我覺得家庭教育很重要 所以還是要看家長自己開不開明 我覺得這件事情 有點難強求 可是我覺得目前 同志議題發展的 速率已經 滿足夠了 就是如果 他用這個腳步發展下去的話 他應該會走上一個 比較穩定的階段 跟成熟 就是他們的 他們的訴求也會成熟 他們的 我幹嘛 他們的訴求也會成熟 然後他們的 社會對他們的觀感也會比較成熟 就是 比較中心 我覺得這樣是比較好的 說了這麼多 我很感謝現在的社會環境 給予同志的感覺 是 尊重 包容 與溫暖 同志也是人 人都需要被愛 同志也需要被愛 謝謝這個社會 讓我感受到愛的本質 建立在我們雙方的互信互量 我覺得是 可以從對人的付出中 得到成就感和滿足 我覺得 就是兩個人在一起很開心 愛情的本質 應該就是說 你有找到一個 能夠跟你互相 真心去 去 關心對方 把對方看得比自己的 更重要 放在 比自己 還要 比較高優先權的 的人上 是 真正的愛情 剛好 就是 互相陪伴跟包容 然後 在人生的過程中 一起成長 互相付出 那我跟他一樣可以嗎 就是說 兩鄉有真心的相愛 我真的是這樣 OK 就是兩個人 互相交往 我覺得 愛的本質就是 無關乎性別 無關乎種族 無關乎年齡 只要 無條件的 願意為彼此付出 就是愛 愛的本質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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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